丙方法师 刚刚这个年终法师提到团结 就是我们是一个 在西雅图雷掌市是一个僧团 那也有这个出家的比丘 比丘宁 还有在家的幽博赛 幽博依 那彼此互相都是照顾 彼此互相照顾 我觉得如果没有西雅图雷掌市 没有所有的同盟 没有我们这个僧团 我自己觉得 我不知道如何生活在美国西雅图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如何过美国西雅图的日子 那么我们在这里 实在是生活是很安静的 很静灵的 也不应该有什么是非 也不应该有什么彼此之间的 人和方面的问题 应该都是没有的 那连仲法师认为在这边生活 他觉得他非常的很逸业 很快乐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在这边的生活很安静 那么过了将近快二十五年的时光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 我会生活得更精彩 那么到底情况如何不知道 这里很近是修行的地方 那么也等于浪费了我二十五年的青春 在这边 我始终看不到我自己的未来 这里的生活 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未来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无止境的一条路 让你好好的 一天过一天的修道的生活 我觉得人多的地方是很精彩 但是必然的 烦恼的也就更多 那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倒是 蛮喜欢这个很安静的地方 蛮喜欢的 我自己也觉得 我自己也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 非常的安宁 没有声音 那就是一直在过这样子的日子 那么这样子很容易 所以身体 这个语言 跟意念 都觉得很亲近 觉得很亲近 西雅图是没有霓虹灯的日子 没有霓虹灯的日子 没有彩色的日子 没有彩色的日子 但黑白方面 我们看黑白电视 以前看黑白电视 我们生活在黑白里面 不知道外面的彩色世界 也是一个幸福 也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 就是说 希望能够有一点点的 这个很活泼的那种气息 产生出来 希望我们的主庙 不要老是死气沉沉 多一点人 多度一些众生 多体会更深一点的 这个佛法的奥义 这个是必须要的 那么我们提到这个 连灯上师所讲的 他主要是讲 和光同城 和光同城 就是跟大家都一样的 让你看不出来的 我觉得连灯上师 跟连崇法师都讲得很好 连灯上师刚刚讲的 非常的好 尤其他讲 他这个 他讲这个 和光同城 跟夫妻相 相敬之道 都是讲得非常好的 他都是浪 连灯都是浪 我以前我讲过 好像是说连庙上师 他做头等舱 那么连灯上师 他就做经济舱 这个是浪 他懂得浪 一切都是 这个连庙上师 为尊 但是他话中有话 他表示 他已经 他已经得到了 他处于这个 B下 他处于这个B下 就是在底下 他又是香巴佬 香巴佬的香巴佬 让人家看不出来 可见 他的光芒是最深 他这个话 是讲得非常的 微妙的 很微妙的 就连妙那个妙字 他的意思讲说 最妙的可能是不妙 不妙的 不妙的可能是妙 这个和光同城 是很不容易讲的 所以他刚刚也是 讲不太出来 但是讲 他不特殊 他在群众之 大家之间 很木纳 但是我知道 他的内心 是最有光芒的 连灯是最有邪问的 他只是让人家 这个推轮椅 把他推到府里去 他绝不会 把人家推到府里去 师母以前常说 说如果他先坐轮椅 那么我会把他 推到府里去 其实我的人是这样子 虽然有那个心 也不会做 这个才是和光同城 心里是这样子想的 我变不清高 对不对 你说师尊很清高 师尊变不清高 心里有这样子想 但是他不做 这个不清高的人 心里没有这样子想 他可能会做 所以我们行者 修行的人 借在二者之间 两个之间 一个是圣贤 一个是凡夫 你心里 你是圣贤 你的一切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凡夫 你的一切极致 都是跟凡夫一样的 一点都没有分别 但是你把这个圣贤的这个心 含禅起来 所以师尊本身的表现 在嘴巴上讲一下 不一定是很神圣 不一定是很神圣 但是你已经把圣贤的那个心 含禅起来 这个才能够做到 和光平常 也让我看起来 帮助 你 还是 是